断层SE厉害厉害你厉害 哎真的是给他嘚瑟的 这边武女哭泣小丑勘探员加火灾调查员 哎呦真的是讲道理呢 打蜡巷尸啊 打流影 这类阵容是比较难打的 因为他的蜡巷尸厉害 这个时候要避其锋芒 你要掏一些什么呢 就是能扛的 而不是能打的 就能打的阵容你跟他打呢 容易让他占便宜 容易让他占便宜 这里第一波找到武女 有机会 甚至要省一点蜡 好一刀打中 配合着这边的张狂 然后一坨蜡定住完成击倒 那么当然武女有一个飞轮的机会 这个飞轮的机会 移行直接下去落地 飞轮躲掉 哎呀 好细腻啊 这波操作 该你该做的事情 你做了 但是我该防的事情 我防了 最终我稳定起这一刀 双方是一波技能互换 那么因为抓武女啊 这边流影的话呢 是把一个蜡巷尸 前期的一个追击的细节 全部拉满了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的话 不到两台 这里甚至还超远 断层级蜡巷尸 刚才他 刚才应该有观众会觉得流影在吹牛逼 好了 对吧 虽然说他顶着S1的牌子来 但是断层级S1 是不是在吹牛逼 现在一看 看大远 留人 能留住吗 这边 哎 还行 那只能换抓了 这波只能换抓了 这里的话 飞轮 打一刀 开二阶 一个热辣 直接送你上路吗 直接一个热辣 求人这边其实不错 这波换挂的话 对于穷人来讲 一定不亏 一定不亏 你赚不赚 差一个福袋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感谢提醒 这个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来给大家发了 大家点个关注就可以 参与一下我们这个福袋 是价值199的充电宝两个 有两名幸运观众 看一下 这波打出换挂 但是穷者这边 其实还是一个问题 他们救人难 这刀这种救人难 理论上面来讲 如果说现在穷者选择 卖掉这个 蜡巷师 卖掉这个勘探员 可能会好打一点 但凡想过来强行救 我感觉 只会结束的更快 只会结束的更快 确实他们的选择很正确 这里选择这样卖掉以后 我们来算一下总量 一个人挂飞 现在的话相当于是三台机出头的总量 蜡巷师 二级 外面的哈 不抓舞女 抓火灾调查员 或者哭泣 小丑 这个局 还有三人开门战的剧本 可惜 要知道刘颖 在打我们夜宵杯的时候 我就没见过他带挽留 所以说呢 咱们接下来 如果说有其他的 那个 选手啊 求生者 以后遇到刘颖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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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他不带挽留 这个也是 哎呀 我把刘颖给卖了 不好意思 把刘颖给卖了 因为他太强了 断层级SE 应该不怕我卖一波吧 还行 穷者这边的话 虽然说他们现在劣势有 但是他们的一个韧性还是够强啊 中间这一波的话 没有让这个 蜡巷师把雪球滚起来呢 还有机会 甚至你说真的打出三人开门战了 全约满状态 有没有可能三人三跑 我相信以他们的实力 有说法 酷家主这边开火箭吗 这个火箭是不是开的有一点点早呀 一个辣块定做 漂亮 热辣 叶宝 机子的话 差的还是有点多的 再加上没有博命 这边的话 这个遗形呢 交的有点远了 然后方位上面呢 也没判断 对 哭泣小丑 这边能不能卡半救下来 是关键 如果能卡半救下来 我还能写剧本 但是过半的话呢 因为这边 舞女修完机子 还要赶路去下一台 就比较难写这个剧本了 再加上这边辣相尸 还有热辣 应该是没了 一刀飞轮 一颗球封口 怎么的 我先把兄弟救下来 兄弟火箭炮直接走 好像还没结束 一个辣块没倒地 这这这绕绕绕绕绕绕绕 哇你别说 9090这波还可以啊 还可以 真还可以 车给把人救下来了 一个蓄力刀 救人 别救了 别救了 直接亮机 你去追这边的舞女 我救人 你如果说选择防守 我亮机 只能这么打 这个局是不允许 他们再来救人的 舞女赶过来 他赶不过来啊 你机子压好了 这边裤脚绕 换过去不太合适的 甚至枯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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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哭叫着手里面应该是一个飞轮啊 他刚才救人是没有博命的嘛 这边硬要来硬要来 捞下来打一刀密码机点亮 还可以 甚至 哎这是个 哎这刀没打在这个火灾调查员身上面 对于蜡巷师来讲是不是亏了呀 这这兄弟没有没有大心脏哎 飞轮躲掉了 哇塞流营 不能吧 啊断层级 S1 哎断层级S1 要当老六了哎 不能吧 刘老师刘老师 刘老师你你你你 你那边那边没在点了刘老师 牛 平了 这就是夜宵杯的含金量 这就是夜宵杯的对局质量 他的一个性格是比较鲜明 大家可以看到进来对吧 先说自己断层级S断层级S1 就是张扬 因此我判断他不会带腕流 他不会带腕流 预言已经结束了 你看 这次连底牌都不带了 就带了个张狂 这种天赋不建议大家学习啊 这个天赋不建议大家学习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阵容的话对于穷者来讲呢 打架能力很强 还有补给能力 就打起团来很好看 夜宵杯就喜欢看这样的阵容啊 因为这种阵容他不枯燥 不单调 观赏性又高 对面的又碰到了一个六影 对吧 非常的六啊 刚才对吧 稳稳四抓局 然后那一刀打偏了 也不叫打偏了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啊 这边的话挨了一块板子70点了 第一波 击球手这边应该是 飞轮还有几秒钟 飞轮还有几秒钟 飞轮五四三 二一 那这个飞轮 你你你你你敢拍 飞飞飞 哎 哇这飞轮 难受啊 哇这飞轮顶掉 真难受啊 这刀这刀起不来 这刀起来以后 他张狂开技能还行 这刀没起来就难受了 呃这边的话 躲掉这打一刀 97点了 然后飞 对97点了 飞天一图了 定住 跟进来 咔嚓一刀 瞬间两刀带走 呃 机子的话 其实已经修的很多了 想靠这个地下室来打 想靠地下室来打呢 有一说一我要是求生者 我可能选择就不来了 但是这支队伍的话呢 他们就生性好斗啊 生性好斗 喜欢打 应该会来一波吧 就冲着他们第一把在医院的那个地下室 我觉得他们也会来 小说家杂技 两个人一起来 换火球 这波的话把技能给封了 可以 这波配合的非常到位啊 换你位置 封你技能 然后这里卡半江人救下来 扛一刀 哎呦 这一刀不能被扛啊 这刀被扛 四人开门站了呀 一颗球 哎 但这颗球没有能 就100点了 隔窗刀 这边还想过来扛一手 没能扛 那这边顺便吸点小说 这一刀没扛住 有点可惜啊 嗯 现在的话再挂地下室 那也只能一个人救了 因为现在的话两台机子都不够 一个人来救 救完以后的话 机友手这边一颗球 蜡相师现在是开的二阶 不救也行 真的 说实话 这个局我觉得不救也可以 一个蜡快 还要封一手杂鸡的机子 莱斯 那机子更不够了 算了吧 这个局再救 我说实话就有点多了 就有点多了 就给流影机会了 不救 因为我们已知 上帝视角知道 他是没有带挽留的 对 三人三跑可以盘一盘 这边杂鸡也是选择 过去找调酒师喝口酒 准备打残局了 一个遗形过来 到调酒师脸上 一个辣快把窗封住 好 那这样的话 有机会能起一刀了 甚至的话 这边是 看飞轮 看飞轮 看这个飞轮 这个飞轮要清掉这波蜡才行 定住 起热蜡 有个飞轮的 爱飞轮躲 但这个交互点不是很强 一个蜡快 再跟一台遗产机 但这台遗产机杂鸡这边补掉了 也就是最后一台机子是小树架才修 而且小树架并没有修中场的 因为中场的话 你可能还能飞天一坨辣 我现在修大房 你有本事飞天一坨辣 你试试看 你飞过来 对吧 我有屋顶 我有屋顶 枝根啊 对 诶 等会 三咬 阿泽 一个蜡快定住 这边起热蜡喷 密码机够了 密码机够了 哎哎哎 牵起来 那杂技来救人 是个三人不贴门的开门站 这样的话呢 因为这一波流影 可以再把人挂过去 然后他可以丢一块蜡 把这个机子隔墙封住 我没记错 这边是可以隔墙封住的 杂技这边他第一时间过来 一个蜡快 人就下来了 密码机直接点亮 他有遗形 开门站有遗形 这边的话找杂技 杂技这边跳球 一颗没进去 热蜡 再追一刀 这边交出飞轮 操作都很顶 操作都很顶 两边都在拼操作 门的话 现在还没有开 交遗形 就是来保平的 交遗形 就是来保平的 再一个遗形过去 杂技再跳 一颗热球 漂亮 双方互袖 哇 这操作好满啊 这一局 这操作真的好满啊 这一把的话 说实话 属于是 流影的一个 翻盘保平 上一局的话 是穷者极限 翻盘保平啊 精彩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